網上銀行的出現 除了減少大家到銀行排隊的時間 亦都提升了大家管理財務的效率 的確是很方便的 不過近期就有片圖發放一些假冒銀行的手機短訊 以不同的藉口 有片市民提供他們的個人資料 張Sir,可不可以跟大家說說? Ruby 近期的趨勢發現 騙圖會向受害人發出欺詐短訊 鵝稱受害人的網上銀行帳戶 或者註冊在其他機構的電子帳戶出現問題 包括鵝稱帳戶已經被封鎖 引有受害人按下短訊中的超連結 進入釣魚網站 有關網站會要求受害人輸入個人資料 來重啟帳戶 從而騙採受害人的用戶名稱、密碼、地址 以及信用卡安全碼等等 騙圖的詐騙手法層出不窮 而且越趨成熟 因此,我們必須要小心分辨手機短訊 以及連結網站的真偽 張Sir,不如你示範一下 騙圖怎樣去騙取市主的個人資料 好,Ruby 那我跟大家做個示範吧 首先,騙圖會透過一些坊間所發放手機短訊的電腦程式 去發放這些手機短訊 騙圖只要輸入市主的手提電話號碼 假冒銀行網頁的連結 以及告知市主的銀行帳戶被多次登入失敗的訊息 按下發送就會將短訊發放給市主 市主隨即也會收到這些短訊 當它按下短訊中所顯示的連結 就會進入假冒銀行的網頁 然後再輸入和發送自己的銀行帳戶號碼和密碼 去重啟他們的銀行帳戶 而騙圖所操控的電腦就會顯示出 市主剛才透過假冒網站所發送出的個人資料 最後,有甚麼要提醒大家? 市民最重要是提高警覺 確實記檢者的身份並且小心留意短訊的內容 特別是短訊中附有的超連結 騙圖會將超連結的域名偽裝成真的一樣 例如使用O取代0 或使用1取代L的方法令受害人難以發現 此外,釣魚網站的設計 亦有機會與真實的網站版面非常相似 因此在收到有關短訊和瀏覽連結網站時 收件人都必須保持警覺 千萬不要輕易輸入個人和財務資料 如果有懷疑,應該立即聯絡警方 以及向有關機構進行了解 除此之外,大家亦都要定期翻查 銀行戶口的交易紀錄 一旦發現有可疑的交易 又或者可疑的網上銀行網站 就要儘快聯絡相關的銀行 如果大家曾經向這些欺詐網站 提供個人資料又或者進行交易 就要立即聯絡警方和相關銀行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